这个月29号及30号位于淡水公庙黄吉玄园宫 举办建工10周年的平安绕镜庆典 却引来在地居民的不满 里长说绕镜当天不仅是清晨5点就有音响放噪音 垃圾满地烟火还到处释放 严重影响到在地居民生活 里长也因此到现场劝说 五颜六色的缤纷烟火让绕镜增添了热闹气氛 但仔细一看一旁怎么就紧离淡海轻轨的路线 而当时还有轻轨列车正在行驶经过 这个月的29级30号位于淡水的公庙黄吉玄园宫 举办建工10周年平安绕镜庆典 却引来在地居民的不满 里长就说绕镜当天不仅是清晨5点就有音响放噪音 垃圾还丢满地烟火还到处释放 严重影响在地居民的生活 临长也到现场劝说 但结果还是一样让他相当不满 在红弹设置的附近已经就是开始放音乐 那对于假日来讲 其实对我们的里民是很大的困难 第二点是针对在轻轨周边释放烟火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不知道主办当天这边有没有想到 就是说在释放烟火 如果说是在影响到我们的轻轨的这个线啊 或者是说造成失火 那应该要怎么办 就是会有很大的对行车安全跟损失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要考量进去了 还有在我们消防单位在做执行 在采纳就是核准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部分考量进去 里长表示 绕境当天一早就接到里民成勤 在清晨五点多 宫庙的红弹设置地点 新市正兵海路三段 就放了非常大声的音响噪音 吵到附近住户 而且绕境结束之后 镇头沿路满地垃圾 这些不只是鞭炮所产生的鞭炮屑 还有许多的便当盒 饮料瓶 啤酒瓶都随地乱丢 里长更怒劈 这些外地来的镇头 把淡水当做了什么 是无政府了吗 而且当初公庙申请绕境市800人 现场却来了3000人 就算是有签公约 但都没有实质的约束效力 任由地方居民受尽困扰 就是里长在这边 也要特别跟各位民众说明 就是关于我们活动的申请 还有道路的申请 相关的路证 其实不是全线范围 不是在里长合法的 那是其他一些相关的单位 那里长在这边也要跟相关的单位 来做反应 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活动申请 是否有一定的公约存在 如果是有的话 那是不是对于说 这事后的活动检讨 跟要求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行 对此绕境所产生的满地垃圾 新北市环保区已经全程监控搜证之外 也将告发总共存储了6万元的罚还 而消防局也针对主办方淡水皇级全员工 违反了新北市爆竹烟火释放管制办法第6条 进行采除了3万元到15万元的罚还 而在轻轨旁边释放烟火 也危及行车安全 现场还有许多的人就紧邻轨道 虽然是警官局派出了许多人力 维持交通与治安 但也让地方看到宫庙绕境 势必得做出改进 维长也希望未来能够进行检讨 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记者许多人异弹水采访不到